作曲筒 作曲 亭燕 作曲 亭燕 作曲 亭燕 舞者們就是在一個很 竭進的空間裡面 舞動自己的身軀 他們的舞動 他們也會發出一些 從身體發出一些自然的 很有力量的聲音 好像看很多表演 很少看到 舞者會自己發出聲音 尤其是從自己的嘴巴 那舞者的聲音 會感覺很像是 虫真的在你身边 虫鸣鸟叫的感觉 整个剧场都被环绕起来的 那种灵仓感 然后每一个动作都是 感觉跟声音是有连接性的 从光影跟声音 然后跟他们的肢体诠释 好像你就回到了山林里面 然后你跟他们 一起回到了自然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灯光跟背景的配合 那个好像是一种 森林里面清晨 看一些露珠 或者是晨光的一些感觉 你可以感受到光 还有水之间 所营造出来的氛围 尤其在灯光设计上面 就是用反射的效果 去呈现投影到整个环境上面 就可以感受到说 波光淋漓的感觉 就很像带你从一种 很平静很舒服的一个水流中 然后突然有一个浪这样子般的带起来 整个画面就非常的有生命力 然后让人家感受到 就是源源不绝的一些火力 刚开始是那种在自然里的感觉 其实给我一种 印度森林里面去做那种蚕丝 或者是瑜伽体验的那种很宁静的感觉 然后中间会有一段比较嘈杂的时候 其实就很像离开那个很近的环境 然后重新归到一个比较嘈杂的人世间 但最后却有能够大隐隐于世的 就是回到一个很宁静 跟人彼此之间相处 就是依然可以有自己心中那一块很宁静 很安定的感觉 十月二四二五的定光在台中演出 那欢迎中部的朋友一起来看 一起进剧场体验定光 台中的朋友记得来看哦 感谢观看